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2018年的考试是定在2018年的9月15号和9月16号 一共是四门课 其中建设公正经济是在15号的上午 法规是下午考 9月16号的上午我们会考项目管理 9月16号下午我们会考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考试时间是4个小时 从下午2点到下午6点 具体的考试题型 结合我们这些年的历年真题 我们建筑实务的考试 题型主要有三种 单选 多选和案例分析 其中单项选择题一共是20道 一道一分 多项选择题一共是10道 每道两分 这样的话 我们的选择题加起来一共是40分 再有就是案例分析题 案例分析题一共是五道大题 其中前三道大题 每道大题是20分 后面两道大题 每道大题是30分 这样的话 我们的案例分析题一共是120 加上前面选择题一共是160分 合格线 合格线这些年一般都是卡我们总分的60% 也就是96分 所以说我们各位考生 考试的最低要求也是要考到96 才比较保险 然后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年的教材 2018版的教材是在我们今年的5月中旬正式上市 这个教材呢 我认为我们的很多学员呢 现在已经拿到教材了 今年的教材呢 是我们从2014年这个教材变化最大的一次 那考试大纲呢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针对考试大纲这个教材在编写的时候呢 也增加和删减了很多内容 那么这里呢 我们提到一点 大纲是指导 是考试的方向 那么我们要求大家呢 就是说 要以我们新版教材作为复习的这个基础 因为我们新版教材增加了两块内容 也是我们国家现在主要推广的两块 一块是这个装配式施工 一个是建筑节能 而教材呢 是我们复习的这个基础和关键点 那么因为我们考试 绝大多数考题都是以教材为基础来进行出题的 所以说呢 我们各位考生在复习的时候一定要紧抓我们教材的内容 这是我们2018版教材整体的知识框架体系 那么通过这个表格呢 我们也给大家列了一下 我们这个今年的教材 具体包括了章节 以及每一个章节的变化内容 我们的教材一共分为是三章 第一章呢 我们称他为是建筑工程技术 也是技术平台 第二章呢 是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是管理平台 第三章呢 是我们所说的建设工程项目相关法规与标准 那么这里呢 我们需要强调一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建筑工程技术平台 那么今年教材呢 一共是分了五节 第一节呢 是建筑设计构造 第二节呢 是结构设计构造 第三呢 是装配式建筑 第四呢 是建筑材料 第五呢 是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其中这里的第一节 建筑设计构造 这块内容增加了一小节 因为建筑设计构造呢 一共包括两小节 那一部分呢 是建筑设计 一部分呢 是建筑构造 那么建筑构造呢 是沿用了我们去年教材的相关内容 只是这个教材的顺序上有所变化 但是建筑设计这一小节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内容 那么作为第二部分 结构设计构造呢 这块内容呢 和我们去年教材相比较的话 是删减了利息平衡计算的相关内容 这个呢 对于我们考生而言呢 应该是有好处的啊 由于这一块呢 计算量 要比以前减少了 第三个 装配式建筑 整个这一节呢 都是我们教材的新增内容 但是这一节总体来说 内容不是很多 都是针对于装配式建筑的一个基本介绍 包括它的基本概念啊 包括特点等等 对于我们备考来说的话呢 难度不大 第四个 建筑工程材料 那么建筑工程材料的内容呢 和我们去年教材相比较的话呢 是基本上内容差不多 有个别材料呢 有删减 其中这个石灰石膏和建筑高分子材料 那么呢 删除了 而增加的话 增加的气体材料和保温材料 气体材料和保温材料 第五 讲的是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结合我们去年教材来看的话呢 是增加了一些分项啊 增加了一些小的内容 比如说增加了这个建筑变形测量 那么深基坑之后这块呢 和我们去年教材相比较呢 它增加的这个施工技术内容比较多 我们去年教材呢 针对于这个深基坑啊 只是介绍了比如说排桩 地下连续墙 包括土钉墙 包括这个逆座拱墙 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今年呢 针对于各种深基坑 它都增加了具体的施工工艺要求 再一个就是装基础的施工与检测 这块内容呢 是教材变化比较大的一块 就是说不属于新增内容 但是教材变化比较大 检测属于新增内容 后面装配式施工 混凝土节物施工 以及节能工程施工 这都是我们教材新增内容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章 第二章呢 讲的是施工管理 也是我们所说的管理平台 我们今年教材和去年教材相比较的话 它主要是进行了一个整合 突出的是大的模块 一共突出了七个模块 第一个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管理 第二个呢 是进度 第三个是质量 第四个呢 是安全 第五个呢 是合同与成本 第六个 资源 第七 变收 其中 这个项目的组织管理 把我们去年教材的若干小节 进行了一个合并 包括施工县场的平面布置 包括施工县场的临时用电 用水 包括职业健康与环境保护 还有呢 就是消防 这是我们的教材整合的内容 另外呢 增加了一小节 是技术应用管理 这部分内容是我们教材新增内容 针对第二部分 进度管理 这个内容呢 是和我们去年教材 没有任何变化 不管是从这个 知识体系框架 还是到配套的习题 这个呢 都没有变化 也是唯一没有变化的这个章节 实际上我们后面的所有章节 都有变化 只有进度管理这里没有变化 第三个 进度管理 这个内容呢 和我们去年教材 总体来说是一致的 但是呢 它把涉及到质量验收的相关内容 放到了最后的验收管理 没在这个质量管理中呢 进行体现 这个第四部分的安全管理 这块内容呢 就是说 从知识构架体系来说的话 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呢 里面的内容 具体的涉及的内容细节有调整 合同与成本管理 这是我要强调的 合同与成本管理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 针对于第二章变化最大的一节 因为这部分内容呢 首先删除了我们去年教材中的招投标 它删除了招投标 然后呢 将我们去年教材中的 合同管理和这个 造价与成本管理呢 进行了合并 把它合并成一节了 这个呢 事实上也更加能够 突出我们合同 以及成本的它的一个关联 合同和成本关联 它是密不可分的 密不可分的 那么不管是涉及到合同管理 还是涉及到成本管理 这一块的这个增加和删减的内容都比较多 增加和删减的内容都比较多 资源管理 这个呢 和我们去年教材相比较呢 变化不是很大 主要有变化的是涉及到施工机械 施工机械管理呢 增加了几个公式 但是那个公式的记忆呢 并不是很难 也比较好理解 验收管理 验收管理的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只不过呢 是把我们去年教材中的很多节次合并到一起了 合并到一起了 但是内容本身没有太大调整 另外呢 我们针对第二章 删除了我们去年教材的项目管理规划 以及项目综合管理控制 这两节的内容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章 最后再说第三章 第三章 针对于相关法规与标准 这一节内容 这一章的内容和我们去年相比较的话 有增也有删 删除的内容是删除了第三节 关于医教师注册职业资格管理及相关规定 这一节本身内容也不多 可考的质典呢 也不是很多 删除了 删除了 然后呢 要增加的话呢 增加了我们针对于装配式施工 以及节能工程的技术标准 比如说法规与标准中的第二节 法规与标准中的第二节 涉及到相关标准的时候 相关技术标准的时候 那么增加了装配式 增加了节能 增加节能 那么法规这一块呢 法规这一块呢 实际上和我们去年教材相比较 主要是删减的内容 包括诚信行为 包括施工现场的违法转报与分报 相关内容呢 在我们这个教材上呢 没有体现 但是呢 这里涉及到违法转报分报 包括我们这里所说的招头标 虽然是我们教材的删减内容 但是呢 在我们复习我们建筑实物的时候 我认为这块内容 大家也不能放 也不能放 因为这块内容呢 在我们公共课上也有体现 既然是公共课中有体现的内容呢 这在我们实际考试的时候 如果是在我们建筑实物出现的话 这也不算超高内容 事实上呢 有些删减内容 我们在备考的工中 有可能还是需要 我们各位学员和考生 还是要好好看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18年 这个备考的一个测量和方法 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啊 提建建议 因为我们每个考生呢 实际情况不一样 备考的时间和准备的时间呢 也不尽相同 所以说呢 这个备考的测量方法呢 还要因人而异 第一 首先呢 我们要求大家吃透教材 并且呢 重视临年真体 教材 因为我说过了啊 我们的教材 是我们所说的复习的基础 复习的基础 所以说呢 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以我们的教材为根本 而这个教材呢 我们建议大家用今年的新版教材 就是说不要再用去年教材了 毕竟教材变化比较大 重视临年真体 有很多考生呢 认为历年真体不重要 也有好很多考生呢 他会问 他说老师历年考过的题目 今年还会出吗 那我们这里呢 让大家重视历年真体 有这么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我们通过做历年真体 可以让大家 各位考生了解 我们历年出题人的出题思路 比如说 我们在针对于建筑实物的考核中 什么样的知识点 适合出题 那我们通过做历年真体 是能够有所把握的 那么这对于我们在备考的时候呢 针对于考生复习某个置点的时候 那他的针对修行更强一些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通过做历年真体 可以检查大家的复习成果 就是说我复习到某个阶段 比如说到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我某个阶段复习完了 我感觉自己复习的还不错 那我可以通过做历年真体呢 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复习成果 这是我们所强调的 做历年真体的两个最主要的目的 第二 保证复习时间 反复记忆 那么现在的这个实物考试啊 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个建筑实物 需要让大家记忆的置识点非常多 因为有很多置识点呢 是和管理相关的 而这置识点 如果你只看书光读的话 应付选择题可以 但是应付案例分析题 这个呢难度非常大啊 我们有很多考生啊 在考试过程中明明感觉某个置识点 它是会的 也复习过 但是让你亲自自己在考场上写的时候 是写不出来的 为什么写不出来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没背过 只是读书了 这个读书和记忆 这个呢 在复习的时候 这是两码事 所以说我们要求大家 你得反复记忆 而不是反复熟读 一定记好啊 我们要反复记忆 记忆的过程是浪费时间的 是真正能够 真正耗费大家的复习时间的 所以说我们要求大家 保证复习时间 你说你每小时 每天复习两个小时 和每天复习六个小时 八个小时 那这个效果 肯定是天上之别的 那些真正能够考试通过的考生 每天的复习时间 肯定是很长的 每天如果复习一两小时 这种考试 它是不可能通过的 即使他现在一直干事工 干了十年二十年 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项目经理 你让他考这种事 不见了他能考过 因为他没必定 有太多的时间来复习 有可能平时的工作或生活 这个时间保证不了 第三个呢 就是针对个别章节呢 我们要通过做题 巩固支点 那我这里呢 首先给大家签了一点 就是我们这种建筑事物的复习 不一定要搞提海战术 有些学员呢 就是说在复习过程中 也希望通过做题呢 来看一下 某一个章节复习的怎么样 但是呢 做题的过程 会耗费很多时间 毕竟我们每一个学员 他的复习时间有限 所以说呢 做题啊 我们有针对性的做 不是针对每一个小节都要做题 有些支点啊 我们背过 应付考试就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支点呢 我们是需要大家理解的 在理解的基础上来做题 因为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他不考书上的原话 有可能是考一些计算题 那这种支点啊 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做题啊 来巩固一下 有些人会问 他说老师 什么样的支点我们需要做题呢 我们在上课过程中 我们会随时给大家讲到 比如说 施工进度管理中的 流水施工网络图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 合同与成本管理中的 相关的计算题 我们都认为 你应该通过多做题 来巩固支点 对于绝大多数章节的相关支点 做不做题 影响真的不是很大 影响真的不是很大 我们应该是以 课本本身的记忆为主 另外呢 我们在结合我们的历年真题 以及结合我们今年的 这个教材的这个 新版教材的这个编制 我们在上课过程中 给大家列了 针对某一个考点 它的这个重要性程度 根据它的这个低频 中频和高频考点呢 我们列了一个 一星二星和三星 这个呢 在我们讲课过程中呢 大家呢 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标识呢 来了解到某一个知识点的重要性 这样在复习的时候呢 也能够更有针对性 好了 这是我们针对于这门课 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介绍 的一项 我自己够的一项 就不担心 我自己够的一项 是什么 使用的一项 我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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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门